1600新經濟時間 台積電的法說會落幕 好像外資是喊出了1500元的目標價 相關內容要請教書函 確實帶大家來看一下 其實昨天台積電法說會是非常的漂亮 繳出的成績比大摩開出的三套劇本裡頭 最好那一套還要更好 不過好上加好的原因 我們來為大家盤點一下 第一就是需求很旺盛 Costworth到現在都沒有辦法達到一個供需平衡 那麼業績展望 今年上調營運成長 應該會來到20%的這樣一個位數 另外看到資本支出也略為上調 以及全球的佈局 現在也表示說 不會因為地緣政治的風險來改變 會繼續在美國 日本 歐洲 來去進行相關的佈局 最後也來看到 大家一直在討論就是產品的定價 到底會不會調高他們的售價 現在CCA表示說 不會是一個齊頭式的平等 法人就表示了 這個說法其實暗示的就是說 價格應該是會上調的 只是會因應不同的客戶產品 所以會有不同的一個上調的策略 剛剛其實作恆也提到了 外資喊出的這個外商 喊出的一個目標價來到天價 花期喊到1500 這真的是破天荒的一個高價 我們也看到雖然是這樣子的一個展望 可是台股這邊的表現不買單 其實昨天在台紙棋夜盤的時候 就已經跳水了 所以我們看到台積電今天 是走跌了35塊錢 收債了970元的價位 其實已經跌出了千金股的一個關卡了 現在目前台積電 還是扮演的是全村的希望 股價是多空交戰的 還有所謂的保護費的言論疑慮也在 那麼AI的題材漲幅很大 現在有一個獲利的賣壓還存在 不過這邊也要來告訴大家的 就是說長期來看 過去的1080元的高價 恐怕不是一個高點 當然後面還是看好 不過短期的修正是難免 因為從6月份開始 推動了台積電的這一波的漲幅 確實是漲多了 那麼漲多就是最大的利空 所以進入到修正期 大家真的要抓穩了 可能要震盪一陣子 而隨著AI科技的發展 未來人型機器人時代可能要來臨 那麼台廠有相關的概念股嗎 舒凱 確實 AI的下一步到底在哪裡呢 就帶大家來看一下 現在看好的就是所謂的 機器人的一個部分了 首先我們就來看到 黃仁勳跟馬斯克都非常看好這一塊 所以也都推出了一個相關的產品的展示 我們來看到3月份其實就已經 黃仁勳就已經秀出了他的機器人的一個部分了 那麼7月份特斯拉的人型機器人也來亮相了 所以看得出兩大巨頭 其實對他來講都是看好的 再來現在到底要發展的話 會有什麼樣的一個焦點要來關注 第一就是他必須要理解人類的語言來進行作業修正 所以深層是AI的下個發展重點就在這裡 再來就是規模大概到2024年 就今年會來到74億美元 2030年成長率來到27% 所以我們來看到包括了視覺 也就是鏡頭的部分有所羅門 鏡頭的話 玉金光 華金科還有佳能 聽覺的部分也看到了 還有觸覺 文貌 還有宏傑科跟全新 其實這些台廠都可能會因此受惠 當然產業的發展 政府部門的角色也相當的重要 行政院的金發會 昨天首度的開會就敲定了三大計畫 我們要請教舒函的是 其中在兆元投資的部分 是不是說要和保險業來合作 好 確實這個應該是政府 要來做一個領頭羊的角色了 要來做一個整合 所以我們來看到相關的一個消息 首先來看到這個兆元國家投資方案 目標要引進內外資是3到4兆 力拚的是10兆元的一個效益 要增加公共建設 以及鼓勵公共建設型的一個P1 還有增加公共建設 相關的金融商品 像是再生水廠 貸換水管 興建設宅 停車場 我們看到國發會這樣子的一個表示 就表示要做一個跨部會的推動 主動找上了八大受險業者來合作 因為現在海外投資是比較不穩定的 希望國內可以有一個 比較安全的一個標的 目前保險業者在海外 有22兆元的一個資金 目前回到國內的話 可進的資金來到了3.27兆 這樣的一個模式 大概會是怎麼樣來運行 像是我們看到了政府如果蓋了停車場 就再來賣給業者 業者在經營之後 其實現在政府再把它租回來 其實都可以達到一個比較Win-Win的 一個效果 尤其呢 又可以另一方面來減輕的 是政府所謂的財政負擔 那麼以上就是這一節提供給您的新經濟